我覺得蔡英文她的這個尋求連任的意志 非常非常的堅定 非常的強烈 雖然黨內外都有很大的聲音 希望她為大局著想 把權力放出來 但事實上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剛好是相反的一個情形 在這種情形底下 其他的人要出來硬跟蔡英文搶是很困難的 那我覺得賴清德也不會做這種事 除非黨內形成共識 蔡英文不管是她甘願不甘願 但是她首肯讓賴清德出來選 自己不尋求2020連任 否則的話 我覺得不會出現說 賴清德出來跟蔡英文初選 然後爭取2020提名的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裡頭 還是會透過協商 透過調和 那蔡英文不放 她連任的機率就幾乎高達超過七成 超過八成 那這時候賴清德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不可能在黨很危急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在國家大選的時候 這麼多的立委在選 你過去的同志 你在立法院的同事 你在行政院當行政院的時候 這麼多立委挺過你 那人家選舉的時候你不出來嗎 那你不出來 你就真的好像say goodbye了嘛 那你要出來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 我覺得蔡英文呢 她也不是笨蛋 她一定會積極的爭取賴清德做她的副手 不管是真情假意啦 就是你一定要找賴清德當副手 那否則的話真的讓賴清德被人家拱成出來當政的這個總統 所以這個競選照大概就是這樣拍了 對 我覺得蔡英文也會去爭取賴清德當她的副手 那可能對選舉來講 也的確是對蔡英文有利的一個安排 好 那問題就是賴清德要不要接受嘛 賴清德她要幹嘛 那她不接受很奇怪 不接受就是什麼意思 不接受就說 你運輸的我才不要跟你拍 我們工作室 我們工作室 我們工作室